當然沒有辦法 就是這要怎麼防呢 所以怎麼防 就是說第一個 盡量不要介紹你的男朋友 老公給姐妹認識 然後不要聊你們兩個人的細節 是這樣嗎 要防好姐妹喔 如果發現說像剛剛 他有一些 那我覺得第一個 保持距離還是比較好一點 然後第二個 我覺得你的情緒 不要被挑起來 因為如果你這時候啊 非常生氣 那你的另一半 你的情人看到 可能就會覺得 你看 你好不可理喻喔 你看你就 就真的做得很不好 真的像那個好姐妹說的那樣 你看他哪裡不好 他哪裡不好 哪裡不好 所以我覺得在情緒上 要先把自己平穩下來 那第三個要冷靜一下 因為我看過很多案例 都是敗在情緒上面 就是說像 你很生氣的去說 你怎麼做這樣的事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那他就會去跟你的男朋友說 你看 我其實一直跟他講一些好話 而且我一直覺得 我一直勸他不要這樣子 那你看他情緒都這麼大 反正你會被誤解 對 很不能溝通 你很不可理喻 那第三個要把一些證據找到 譬如說 有些時候 要找那個真信大人 像我覺得像有些人 很容易斷章取義 譬如說 你傳一個簡訊給他說 我後來發現 你對我的男朋友怎樣 請你不要這樣子 我覺得你這樣很過分 他把前面前intro刪掉 他只留下一句 很過分 我恨死你了 或是很過分 我覺得你這樣做很糟 或是我覺得有你這樣朋友 我真的覺得很痛苦 他只留一個 對他有利 可是對你沒有利的話 所以有些人 他就會說 你看你女朋友 寫這樣的信給我 所以你有時候 這些人都不用上班嗎 對 這就是要找齊了之後 那你再來跟他講說 我後來發現 我的姐妹會有這樣的行為 那我真的覺得很難過 很傷心 那我覺得像這種情形 你再去跟他講 而且最好要有 旁邊要有人陪你一起去 因為整個過程才有人診 說實話 我剛剛一直在看他的側面 怎麼樣 太過美麗溫柔 應該怎樣 所以講這些 我們講一點那種實戰的 第一個 不可以讓他們私下聯繫 我剛剛就要補這一點 如果說 比如說這個是我介紹的朋友 女生 然後來我們家玩什麼什麼 然後後來突然有一天 他直接跟我老公聯絡 對 我立刻翻臉 然後我老公說 你為什麼要想那麼多 老公一定會不想說 我說就是不可以 因為他是我的朋友 他跟你聯絡幹嘛 沒錯 我老公搞不清楚這一點 可是男人會問啊 你為什麼要這麼小氣 我就是小氣 對 因為你就是我的世界 對 我不能把我的世界拱手讓人 漂亮 因為... 對啊 因為私下的聯繫 甚至私下的見面 那個... 那個... 絕對不可以 對 因為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後來出現在 我老公會出現的地方了 那是故意的 對啊 然後第二個 如果有大家一起見面 可以嗎對不對 你要注意他們兩個人的 之間的交流 就是說譬如說肢體上 很自然的碰觸 那就有問題 對 因為... 你是說要不要喝茶 這樣不行 對 你說如果一對男女 他們是有親密關係 他是瞞不過別人的 因為你一定看得到 他有一些很細微的動作 可以發現 甚至一群人的時候 你偷偷注意他的眼神 他在看他 他也在看他 對啊 這個... 你怎麼心思如此 細膩 我們為了博取這個... 爭取女人的地位 那甚至像有一位藝人 他跟他的女助理結婚 隱瞞多年 後來怎麼被發現的 一般來說 女孩子不會去喝男生 喝過的水 陌生的人的話 男子也不會去喝女兒 對 男生有個比較髒 就不無所 可是女生真的不會 可是他就很自然拿過去喝 那個就會發現 所以你發現了嗎 因為全臺灣只有他一個人 知道媽媽嘴命案是誰幹的 他自己告訴你 好 那第三個 如果有什麼事情 有關你男朋友的事情 他比你先知道 譬如他說 你聽說你老公快要升官了 而且你老公最一定要出差 換句話說 有事情他不先跟你講 而先跟他講 這個就絕對有問題 他們可能就在談心了 你知道談心 我們男人跟女人談心 基本上最後的目的 就是為了那件事情 對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還有呢 我從來不可以談心 我只跟你談命愛 還不是跟我談命愛 然後在一群人裡面 你發現當這個女生出現的時候 你的男朋友或你的老公 特別有活力 特別開始很會講笑話 然後很會 你就平常要死不活的 怎麼開始一直在表現呢 你知道嗎 我們的一隻公的動物 牠會開始在表現 羽毛炫耀起來 然後開始在吼叫 就是因為有牠想要的母的 所以我們就要過去拔掉牠的毛 對... 直接就... 沒有 直接把牠母的左肘這樣子 像是Ruby恩斯家的 所以如果 最後一個 如果這個男生說 沒有這種 紅粉之戟是世界上 目前為止 最大的騙擊 對 紅粉之戟是什麼意思 紅粉之戟就是 妳還沒有睡到的女人 對啊 對啦 真的 韓畢哥有不想忍忍自己 真的 沒事 那太多了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講了 這麼多這個細節要注意 當然有時候 我們也會一直提醒自己 不要成為一個 疑心病很重的女人 不然大家壓力都很大嘛 對 但是如果有時候都已經到 剛剛這個幾位專家講的 這些徵兆出來 妳都還不注意的話 後果可能很淒慘 我們社會新聞界的翹楚 韓畢哥有很多殘忍的例子 對不對 其實喔 就是我們會覺得說 就像剛剛大家講到 假設兩女一男 從一開始 大家都是同學好朋友 然後不管去哪裡 都玩在一塊 然後到最後 就是其中一個女孩子 跟這個男孩子結婚了 這個另外一個女孩子 不但恭喜她們 還當她們伴娘喔 幫她們打點一切啊 然後就非常愉快 再來講 另外這一個 就真的是紅粉之戟了嘛 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結果我等到這個 那個太太懷孕之後 她突然發覺 老公都要越來越冷淡 那這個是常有事 她在女方這邊 看疑神疑鬼啦 結果你根本不用疑神疑鬼 因為大概過了 她大概懷孕到 差不多五六個月的時候 突然就開始接到 她的最要好的 那個女性朋友的簡訊 每天一通 就跟她講說 其實有些事情 我真的早就該跟妳說了 妳知不知道 妳們結婚第二天 妳老公不是說要去出差嗎 妳知道她去哪裡 其實她在我這邊 然後後來就開始 選在她好姐妹懷孕的時候說 然後結果 這個女的聽得當然很沮喪 但是還是不知道該怎麼回復 然後也不知道該怎麼 跟她老公講 然後這個第三方 就開始越來越變本加厲 然後到最後直接就講說 妳現在已經是個黃臉婆了 妳老公根本不會要妳 她跟我在一起好得不得了 妳要不要看我們的照片 我們自己怎樣 就是每天一通 每天一通這樣 傳影片 對 就是目的 就是要逼走這個老婆就對了 那這個老婆到最後 已經有點崩潰掉了 然後還流產 流產之後 她老公就索性就說 那反正我們已經沒有感情了 那反正我們也沒有小孩 那我們就離婚好了 然後結果離婚的時候 這個女孩子就 很憂鬱了一陣子之後 就遇到那個 她遇到另外一個男生 結果那個男生就 聽她講的她這段經歷 然後他們兩個在一起 然後重新鼓舞這個女孩子成長 可是那個男的 越聽越氣氛 越聽越氣氛 後來有一天 那個男的突然失控 跑去找她那個 最好去把她殺掉 哇 妳現在講的又是真的嗎 是真的啊 這不是在台灣發生 這在中國大陸發生的 對 所以就是有這種事情 那但是我們台灣 也發生過更可怕的 像新大那個亡水事件 你看那個 土曉惠跟那個被害者 他們其實是從補習班在一起 就是非常要好的同學 然後一起考上新大 就同時喜歡這個學長 那他們明明彼此都知道 對方跟她在一起 而且都有親密關係了 然後兩個女孩子 就是傻傻的 就一直在等啊 等對方自動退出 到最後有一天 洪小惠等不下去了 就約她出來談判 照她的說法是 她是臨時 因為一時 大家談判情緒失控 所以就把她勒婚之後 然後想說不知道怎麼辦 就用科羅方想說 先讓她昏迷一下 就等到她回來發覺 她已經已經走了 然後就開始自己調配亡水 然後把她盪下去 可是她做了一件 很奇怪的事情 她後來為了顧步一陣 還在那個被害者的大體旁邊 就是丟了一個保險套 然後裡頭還有那個 她學長的遺體 那我說真的 如果你不是四千禦魔的話 你怎麼會留這個東西在身上 有人會做這種奇怪的事情嗎 還有一個教教老師 好麻煩的 有個禮拜要去她家 幫小孩上三天課 那為什麼後來這個大老婆會知道 就是因為這個教教老師 她跟她老公在七月的時候 第一讓她這個小孩看到 妳看她沒... 故事聽到現在 妳要防了好姐妹嘛 同學嘛 對不對 紅粉之己 那芸芸妳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一妳實戰看出來的這些例子 還有誰要防啊 我們遇過是 小孩的家教老師 好吵的 對 我們遇過就是說 這家教老師 她每個禮拜要去她家 幫小孩上三天課 那為什麼後來這個大老婆會知道 就是因為這個家教老師 她跟她老公在親熱的時候 故意讓她這個小孩看到 然後經由小孩的嘴 去跟... 小孩是天真的嘛 她一定說 媽媽 我今天好像看到 爸爸跟那個老師 好像就是 身體有在一起什麼之類的這樣子 才引起這個大老婆的經訣 因為大老婆算是女強人 都在公... 都在外面上班 上到很晚 然後才有 希望我們來幫她調查這件事情 對 好 家教 好 還有誰呢 在寫一下 好多人都要忙 我也發現女人真的很厲害 一再只要她下定決心 看見目標 不擇手段 沒有得不到男人的感覺 大概有 大概有基本必勝的三個步驟 快講出來 第一個就是告訴她說 譬如說這樣講好了 她是... 她是她老公 然後我跟... 我是女生好了 我覺得她不瞭解你 你只要跟那個... 跟那個女生說 你老公... 跟男生... 跟男生... 對不起 講錯 我說跟男生說 她不瞭解你 調波 對... 這個老公就覺得 好像是真的是這個樣子 這樣子 她好像不瞭解你 然後沒事 你看她眉頭深厚 你問她 你是不是有心事 然後她就會把心事告訴你 對... 然後最後再一句就結束了 真的 然後男生就覺得 好像有點無限的可能 是不是 我覺得其實工作 類別也有差 比如說像 韓明哥應該知道 就是像如果朝夕相處 尤其在新聞圈也蠻容易的 是啊 我就曾經親眼看過 有兩個女孩子 就是她在同一個單位 這兩個女孩子平常 都非常非常要好 然後大家都互相幫忙 然後新聞上也彼此有供應 結果後來來了一個主管 他們的主管 長得很帥 然後也學歷也很好 然後結果 這兩個女孩子 就隨時隨地 就是只要有機會 就在這個男主管前面 就是想盡辦法展現自己 然後如果他們能夠 要施壓相處的話 又想盡辦法說自己好姐妹的壞話 就說你看她出去採訪的時候 那也沒多好 又講錯 然後又得罪人家 然後就平平不斷講這些東西 可是兩個還是維持在表面上 非常好的姐妹 然後我們所有人在旁邊看的 都很痛苦 你們兩個到底要演到什麼時候 結果到最後的結果是 兩個人都沒有爭到 這個男主管 因為這個男主管 其實他人家也有很偉大 他喜歡男主播 不是 他喜歡我們更高的一個女主管 所以 沒有說數了 結果他去當個小王這樣子 我們這個行業其實也很危險 很容易比如說拍戲 那種日久生氣 拍戲 因為像我那時候就是 有一對情侶就是這樣子 一個男人今天有沒有做過 看得出來 不信你這樣看 怎麼看 快教我們 我真的要出賣到這個地步 講了 所以他們兩個就是一個男 男明星跟一個女明星 他們兩個其實私底下 已經有在交往 後來這個男生就跟另外一個女孩 就拍了一個戲 在戲裡面就是演情侶 那說的是最近週刊的事情 沒有 就是他們就演情侶 那你當然就有 會有很多的互動 因為你要對戲 然後大家常常就在劇組 可能就是從早拍到晚 那是不是殺青 然後大家就還會 就是會出來聚會什麼的 因為有很多革命的情感 然後那時候大家都不覺得 這個男女主角是有私情的 因為很多地利之變 直到有一天是 以為在對戲 對 有一天去唱歌 然後就一個公務員員就經過 因為他想去上廁所 那很大的一個那個 包廂的包廂裡面 他就要進去的時候 就看到男生進了廁所 他想說那我等一等 他就在角落等 結果殊不知 女生也進去了 女主角就也進去了 然後進去之後 他想說是我看錯了嗎 那些車的時候有兩個人 還是目睹的人想說 那裡面大概有三間 我也進去了 真的 然後就 後來那個門就打開 就是因為你不能進去太久 因為兩個人都不見 就會起疑 然後女的要走 就男的就這樣 上演那種激情的戲 然後就一把他拉回來 壓在門上就這樣親 然後大家想說 這樣好嗎 然後最妙的是 這個女主角 還跟這個男生的 原本的女友是好朋友 因為這個女朋友都會去探班 然後他還會說 你男友真的很好 你知道他對我很多的照顧 你知道因為我 不是很會演戲 然後他都教我